大家好,今天是1月23號 2021年,禮拜六 就是禮拜六,每個禮拜周末我來錄一個視頻 記錄一下我們在巴阿瑪這邊的生活 我想以後,這疫情過了 大概也難得有這個機會 做這個生活的記錄 那我看台灣最近這個醫院的感染 這個話題 老實說,以我們在巴阿瑪來看台灣 就會覺得說,這點橄欖數實在是沒什麼 因為巴阿瑪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五千多例 想想這是一個多麼小的國家 看完台灣,實在很無感 我們這邊一天死個幾十人 或是說增加個一兩千人 可能假如今天說公佈巴阿瑪只有兩千例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不錯喔 因為從原本五千跌到兩千 大家會覺得說有進步 所以每件事情就是 有不同的看法 在角度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只是說,感覺上在巴阿瑪你真的是沒有這麼恐慌 在台灣就是 又在講以前和平議員的事情 這個那個的,覺得 好像 有某個黨 國民黨 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 非常遠離民意吧 是不是這樣 我想 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人 應該是不會同意國民黨之間的說法 尤其是像馬英九這些人 實在是 有點受不了他們 OK 那 另外在巴阿瑪最近這個疫情 的確是嚴重耶 呃 這個禮拜 發現我的會計師也感染 好 當然我最近都沒有接觸過 都是 電話聯繫 那這公司也是 蠻離譜的 他們 到目前為止有三個感染 那再說 他 假如 可是 我個人認為 至少他們應該要 就是說 大家都是 就是說 公司要封閉一陣 期間 然後在家 上班 然後把這公司 十十七七的消毒一下 當然他們不是啦 因為 是他們那個工作環境 可能每個人的距離 也都是 不夠的 然後 公共通監可能 這個消毒的也不夠 當然這個 麻煩很多中小企業 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他不做 就這個公司維持不下去 可是 老實說 像他們這種 評論的話 應該在家上班是可以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這個 經理呢 這 腦子 可能有點問題 很古代 對於這個 Walk from home 這個概念還是不行 那 另外就是我的那個 計程車司機呢 因為 Miguel 他也過世了 這次很突然 他七十歲 但是 身體健康 算是相當良好 那 他對這個 疫情 可能也是 不是很在意 覺得他身體也夠好 所以 在疫情期間 我也曾經 大概七月的時候 把車送去 他那邊做 保養 跟洗車 然後他載我回來 因為那時候也是 限制行動 所以 也比較麻煩 我也 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啦 總之他 他 在那時候還是 可能很正啊 後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不太清楚 就感染了 先傳給他太太 然後太太先 過世 三天之後 他也過世了 感覺 他的離世 可能 跟 COVID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是 就是說 其他的因素吧 但是 這個心理 心理的愧疚 因為是 他先感染 然後感染 傳給他的太太 然後他也就要重症 去住院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三天之後 他也就走了 那這個 當然給人很多感慨 在巴馬現在 現況就是這樣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 接下來的情況 是會怎麼樣 不過 比較 要 要想的就是說 要比較客觀 比較樂觀的方式 來面對啦 反正我們 主要積極的 不要想這麼多 這個悲觀的 更負面的事情 主要就 好好的努力 看能不能就是 度過這個危機 這個是 我看 這個政府是 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這個 作為 所以說一切得靠自己 實際上就是說 這個 虧損呢 盈利是不敢講的 就是虧損能夠減少 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可以撐久一點 這是我的想法 那 反正既然現在的 sales不行 就想辦法來 好好的做 那個marketing 把我們的braining 做好 那等到這個 一恢復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我們的生意做上來 這就是我的想法 其他老實說 沒有想太多 就是藉由做這個 這個 社交媒體 比如說 YouTube啊 Instagram啊 Facebook啊 這個 甚至連TikTok Linked 這全部都有去試試看 當然我不是專家 所以說都是一切之一 所以就直接去試試看 做做看 想都沒有用 想太多 都沒什麼用的啦 OK 那 我有買了這個 小船的這個課程 之前也說過 那 他有一個Facebook group 當然裡面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但 大部分我覺得好像 都是 希望成為自媒體 YouTuber 然後是副業 或是說 像靠這個能夠取得這個 就是所謂的財富自主 等等的 但事實上 我是覺得是這樣的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就是說 99%的人可能都不會成功 對 因為假設說 你要當靠這個賺錢 我想 可能只有1%的人 甚至不到1%的人會成功 所以 應該 應該 調整一下這個 心態 是說 你在這個 就是說在這個社交平台上 提供的 有人這麼說 說應該是 你把你知道的80%都是免費提供出來 可能你就是留個20% 甚至只有10% 甚至只有10% 是作為付費的部分 OK 那你要提供很大量 有用的資訊給你的觀眾 這樣你才有機會 就是說 成為一個真正的網紅 把你的頻道做上來 你假如是說 只是為了想要賺錢做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 嗯 單單靠這個可能難 所以說 Joeman有一個影片在講說 有些很多人做YouTube 有些人都是富二代 因為他不愁吃穿 他做這個是 興趣 覺得這可能好 或是說 當副業來做 覺得這可能是比較 可行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 持續輸出 那你把它當做一個 興趣在做 因為我覺得做任何事就是這樣 就是 你要有這個熱情啊 你的PASSION要夠 所以你可以 不斷持續輸出下去 把它可以做得很長很久 那你也不用太在乎 別人怎麼想 反正 這是世上活著呢 老實說呢 你可能下秒鐘 下分鐘你就會 離開這個世界 你說不上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要活得高興 你覺得 很有成就感啊 你覺得 在這個世上 你做了什麼事情 那你覺得很快樂 其實這個快樂啊 真的很重要 那我想 我做這個 也就是 希望做實作的概念 來了解 可以賺錢當然最好 事實上 在當初有這個 Amazon的聯盟行銷 這個鏈結的時候 我最近又收到一個兩塊多錢的一個 就是說 泳金啊 老實說我真的搞不清楚 因為從 這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 又收不到 因為我太把他取消了 可能就是有一些 平衡 還陸陸續續的進來 所以 嗯 應該這麼說 覺得 還是 你假如有興趣 你就做 你就要 要說做 嗯 就是說 你喜歡做的事情 讓你覺得快樂 那你又可以獲得一種收入 這樣就好了 假如你要單靠這個來做 你的這個 唯一的一個收入來源 那是 嗯 我想會是比較辛苦 再說 現在這個平台啊 又很麻煩 他不准你講東講西的 OK 比如說 某一個國家的選舉 我們明明就覺得這有問題 他又不准你講那些事情 那很多事是雙重標準嘛 對不對 就是 某個黨可以講的 某個黨他們可以講的 另外一個黨是不可以講的 老實說是很不公平 或者是世界上老實說 呃 尤其是美國 是覺得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這個 蠻多 蠻多人還是沒有辦法 看清楚這個事實 沒有辦法看清楚這個事實 嗯 那 有很多頻道也被封了 因為他們講真話 當然有些人是認為他們是在說謊 但事實上 老實說 也 也很難判定有些事情是 是真是假 不過 因為 這個社交平台 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會讓你 這個同分層的一個效應 那我 我底下會放兩個連結 這個有關於 有兩個頻道 我認為推薦大家 去看一下他的影片 一個是文釗 另外一個是那個 佟律師 佟文成 他們在對於有關於這個 最近的這些史詩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 相當好 這個相當好 那 尤其是文釗是 真的是一個 很 很不錯的 很不錯 我加入他的會員頻道 那 然後 我想補充一下有關於這個 像目前我在網路上 尤其是那個 Facebook上 不是講錯 那個 YouTube上看到一些影片 在教人家怎麼樣賺錢 或是 有關於這個 自我成長的事情 經常 我覺得就挺有趣的 可能就是標題檔 就是標題把它做得很聰動 然後 那個 縮圖也把它做得非常聰動 然後 然後是就是說 在 影片進行的過程之中 他有很多這種 綜藝卡 音效 然後 這個 條列出來 一項一項的東西 第一點怎麼樣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這時我想到 我在讀書過程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啊 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因為要準備考試嘛 那當然就是 音樂學生 要應付考試 不是學學問 OK 不是做學問 是應付考試 就是一種東西叫 參考書 OK 要做習題 那參考書基本上就會條列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第五點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 像大部分在 就是說在 亞洲啊 那就是台灣 尤其是台灣人 台灣人跟中國人一樣 就是說 都喜歡這一套啊 就是說 好像 要很快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 要應付考試 所以說 要抓重點 要畫重點 就這樣子 沒有去深究說 你的學習是不是有效的 對 所以這點是 我覺得 挺有趣的一個地方 很多影片看來都是這樣 就是 第一點 如何 比如說 你要做自媒體 像最近小船有個影片 好像是在講這個 有污點 要避免這五點 要避免這五點 才不會這個 就是說 你的這個自媒體 做不起來 然後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說 第五點 就是做不到 違反平台的意願 老實說 這個也是沒錯啦 所以這個反應就是說 住在中國大陸的人 他們是相當順民 他們是相當順民 他這個體制 隨著大家就說 不管是共產黨 或是這個平台 約束你不可以講 你就不敢講 老實說 這點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個 這個 美國的一個議員 Holy這個 他要出一本書 是講過 我關於數位獨裁的 然後等他要出一出之後 那我也去買一本 我會買看看 事實上我覺得說 這點是很可怕的 有關於數位獨裁 想這個 一個 算是蠻有影響力的 一個 YouTuber 小船 也叫大家要 這樣做 想想也是挺可悲的 就是說 但是他可能年紀輕 就是 而且他 也不想就是說 搞砸他的飯碗 所以他只有這樣這麼講 所以他們在中國大陸出來的人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是 不敢講太多這些 敏感話題 就是他覺得 就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 文化上 很可悲啊 很可悲 很可悲 大部分人都是 沉默的 沉默的 不敢講話 這個惡勢力呢 邪的勢力也都會上來 音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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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也不能夠為爭議 來出聲 我覺得這點是 體力能擔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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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拉 會員頻道 那 就這樣吧 跟大家分享 我在巴馬現在的 生活的狀況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OK 謝謝 拜拜